这短短的乘坐体验 已让它产生了一些疑问 台长 咱这毕竟是运输车 那刚刚我在驾驶室里面 感觉都飞起来了 这要是后面运点物资 那不都坏了吗 确实是 在我们执行任务期间 像这个比较精密的什么弹药 还有一些精密的仪器 可能需要保持货箱的一些平稳度 经过长期的驾驶训练 包括一些车辆的性能改造 在货箱上基本上是没有什么太大的颠簸度 保持相对的一个平稳度 平稳度 子萱有些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刚才车辆行驶过程中的颠簸 到现在还让它心有余悸 作为驾驶室中的成员 感觉尚且如此 货箱真的能保持相对平稳吗